此处景色好美啊 是啊 皇上 此处是乌龙山 山高临密 风景甚美 皇上 驾 护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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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 皇上 护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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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军哀师 快来救赈 皇上 小心 魏臣来了 皇上 驾 驾 护驾 皇上 护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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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丁山 报 前面发生何事 为何这样着急 好事 大好事 究竟是何事 慢慢到来 皇帝李治和薛丁山 就在前面的山路上游玩 皇帝的马惊了 驮着皇帝狂奔 薛丁山追都追不上 你确实看过 那的确是皇帝李治 千里万全 够皇帝的末日到了 真是天助我业 快 派一千精兵跟随我 捉拿皇帝李治 是 驾 快点 驾 眼眉 行 陈克 是 盐 这 姑娘 姑娘救命啊 姑娘救命啊 你是何人 发生什么事情了 姑娘 事不相闻 朕乃是 当今的天子 大唐的皇帝 我身上背的这个人 就是薛定山血缘帅 只因刚才我的坐骑受惊 薛缘帅为了救阵 受伤 昏迷了 姑娘 我们被叛军追杀至此 姑娘 请为我们支条名路 让我们躲避一下 我带你们去躲一下 多谢姑娘 这边 皇上 这儿 好 当心 皇上 您暂且在此一避 我让那个贼婆有来无回便是 一定要小心的 驾 来 看见两个人吗 我看见了 他们就在下面休息呢 来 喉 慢 为何 我为你指路 你连句谢谢都没有 你也太不懂礼术了吧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不知道你是谁 我只知道你是一个不懂礼术之人 我是西凉王王妃 今天看在你指路有功 就不降罪于你了 还不走开 真是仁义群分 物以类聚 西凉王不顾百姓死活 背叛朝廷兴兵造反 有你这么一个不懂礼数的老婆 也真是不足为奇了 你个善业仇女 竟敢谩骂大王 辱骂王妃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你这笨仨野 我看不想活的是你 你这笨仇女 你这笨仇女 皇上 现在没事了 多谢姑娘救命之恩啊 几瘦之劳 皇上不必客气 姑娘竟有如此神功 真是让朕大开眼界呀 请问姑娘姓甚名谁 朕一定要重重地封赏于你 民女姓陈 民金定 父亲陈云 昔为隋朝总兵 当年奉旨戒兵 流落这乌龙山上 母亲毛氏 乃西凉之女 皇上 民女吴兄弟姐妹 设下离此不远 还请皇上一驾寒舍 稍作歇息 见过家父 并为薛元帅疗伤 不知皇上意下如何 那就请陈姑娘引路吧 皇上 有我在 怎么能让皇上劳力呢 再说 您背她也太吃力了 还是让我来吧 可是 你们男女之间 不是太方便吧 救人就不要顾忌这么多了 那有劳陈姑娘了 爹爹 来贵客了 这怎么回事啊 他是何人 莫非女儿在外面闯祸了不成 不是的 爹爹 这是朝廷的薛丁山元帅 受伤了 是女儿救了他 对了 还有当今的皇上在这儿 当今皇上 正是 他们被犯后收紧连锥杀 遇上了女儿 草民寇见 免礼 免礼 还是救人要紧 进屋再说吧 快 快快 快点 注意脚下啊 快快快 快 扶进来 快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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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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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严帅还是昏迷不醒 这该如何是好啊 皇上 民女自幼师从武当圣母 师父当年曾经教过我怎样治疗头部重伤 可否让民女一失 太好了 那就麻烦姑娘了 女儿 你要用何种方法 我这里有药碗 先给薛严帅扶下 然后脱其外衣 为其推工过顶疗伤 如无意外的话 半个时辰之后薛严帅就会醒过来 这样甚好 那就麻烦姑娘了 这不过 陈将军 这男女授受不亲 这不太方便吧 皇上 救人要紧 就没那么讲究了 还是爹爹说得对 那就南威姑娘了 皇上 我现在要开始为薛严帅疗伤了 您暂且屋外稍候 皇上 这边请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皇上 请用茶 陈将军不必多礼 请坐 谢皇上 陈将军 令爱今日救了朕和薛元帅 你们父女两人救驾有功 朕一定要好好地赏赐你们 皇上言重了 草民实感惶恐 皇上有难我等出手相助 这是为臣子之本分 实不敢言过 我听令爱说过 陈将军原本做过隋朝的走兵 不知为何 流落在此啊 说起来惭愧 隋朝灭亡之时 我郑凤池在西凉调兵 后来闻讯大唐开国 我本想回京听候新朝发落 可当时谣言四起 说新朝将领晋诛前朝大将 我就打消了回京的念头 就在此山中隐居起来 并且娶妻生子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 原来如此 一看便知陈将军是原猛将 埋没在这样一个深山老林当中 实在可惜啊 草民原本中原人士 日日思归恨无机遇 今日幸亏遇到皇上驾到 真乃草民有福啊 既然如此 只要陈将军参加西征 报效朝廷 朕定当为你封侯败将 不知陈将军 意下如何啊 谢主隆安 能为朝廷效力 为皇上尽忠 实乃微臣人生之大幸 微臣当劈肝力胆 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如今正当用人之际 朝廷大军若得天 你们父女两位猛将 那将是如虎天意啊 陈将军 有什么要求 尽管说 微臣不敢 胆说无妨 启奏皇上 由于久住深山 小女已经到了婚嫁的年纪 却未能婚嫁 欲将女儿许配丁山为妻 微臣斗胆 请皇上恩准 这个倒不来 只不过 丁山已有其事 如果陈姑娘嫁过去 只能做妾 不知陈将军是否介意 薛元帅才貌双全 做二房又有何房 那就好 朕 就为他们赐婚 待朕回索阳城后告知其父 则个良辰吉日 上山迎娶陈姑娘 谢皇上恩殿 好 好 元帅 你醒了 爹 元帅醒了 姑娘 多有得罪 快去看看 女儿 太好了 元帅醒了 元帅醒了 未臣救驾不周 请皇上恕罪 不用说了 醒过来就好 醒过来就好啊 定山啊 这位是陈云老将军 见过陈老将军 是这位陈姑娘把你给救了 还不赶快谢谢人家 多谢陈姑娘救命之恩 好了好了 不说了 等到回索阳城之后 对你们两位 大家封赏 谢皇上 谢皇上 你们看 如果没有陈姑娘 我和薛爱卿的后果 就不堪设想了 所以朕就做主 为薛爱卿赐婚了 回皇上 微臣已有妻事 而且仙童 对我情真意切 此事万万不可 仙童她是一个 少有的明氏里 顾大局的好姑娘 她会想得通的 是啊 儿啊 当初你在齐盘山 为了大局 与仙童成亲 为父错怪了你 这次你跟陈姑娘成亲 也是为了大局 为了国家的利益吗 再说 有皇上赐婚 为父做主 不管你是怎么想的 也得服从 皇上赐婚 微臣岂敢不从 只是 可见薛爱卿也是个 通情达理之人 那就这么定了 薛爱卿 微臣在 几时是良辰吉日啊 哦 明日就是一嫁娶之吉日 那就明日 薛王兄 进山迎娶陈姑娘 谢皇上 遵旨 报 欺禀皇上 舒几年的十几万人马 已经被我们围剿 伤亡过半 其余的残兵败将 也已经逃跑了 这是双喜临门哪 多将军 你们辛苦了 近日早早回去 明日 喝你们元帅的喜酒 遵旨 快去 你 你 第2